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总统川普的外孙女阿拉贝拉中文超好,不但会唱中国名歌还会背三字经,最近传出不止川普外孙多国王室都正在要求王子公主学习中文,英国乔治小王子也就开始学中文。 综合媒体报道,乔治小王子不止上英文、授学、芭蕾等课程,最近也开始学习说中文,且英国近日对中文热情高涨,前首相卡麦隆也呼吁学生学中文,认为英国人学习中文在商场上有更好发展。 除了英国王室之外,西班牙十二岁的莱昂诺尔公主,十岁的索菲亚公主也正在学习中文,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表示,两姐妹学习中文已有几年时间了,并提到西班牙学中文人数已有二,五万人是欧洲最多。 另外,比利时伊丽莎白公主及荷兰爱玛利亚公主最近也在学中文,比利时王后曾说大公主很喜欢说中文,不过最喜欢说中文的王室公主则是泰国公主施灵通。 2013年她还曾发布自己翻译的中国现代小说她的成泰文一本。